我跟女朋友在一起兩個月 她拍了拖巴尼 就說想跟她一起 她有想過再給她一次機會 她有沒有說如果她覺得不適合 她會回到你身邊 她有這樣說過 但我也覺得 你覺得自己行不行 帶上去 大家好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我們二、四月圍爐SPEED DATING 做一個直播配對的節目 前幾天有個好消息 令人振奮 就是我們曾經幫過A0的男生和女生 夾合了 以為只是在節目中夾合了 沒什麼發生 誰知道 真的出來見面了 吃飯 還寫了合照給我們 突然間我覺得我們不是玩玩 我們真的幫到人 你倆做我好像善士一樣 很開心 本來我們三個都在地獄 上天堂 給我們機會做善士 原來我們幫到人真的很開心 以生命應有心 可以當Dickson 這件事很重要的 對人來說有另一半 也不是一半出來吃飯 也不是我們起碼認識朋友 然後相處 就算最後沒有在一起 起碼練習一下 跟異性溝通 也很重要 對A0來說 對A0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是怎樣 今天的題目是男士主話的女朋友 想找回她的前途 即是直接跟她說找回前途 對A0 好慘 悲情的故事 悲情的故事 好啊 我們跟她聊聊安排 阿星你好 你好 你好像有一個 不開心的一個 富士跟我們分享 是啊 是怎樣的呢 我跟女朋友在一起兩個月 這次聽起來就不太長 但我們其實一開始 很久已經一起住了 我們都覺得 對方是可以結婚的對象 我這年紀不是1822世紀 我女朋友要20歲 我受三五之中 嗯 兩個月一直以來都很開心 無論是生活 例如一會兒習慣 就算正式活動也很適合 嗯 女朋友之前有一個 拍了托巴黏 就拋了手 嗯 是 她的前途就上個星期 就找回她 就話上跟她一起 那你女朋友怎樣打算呢 她有什麼想法呢 她有想過 再給她一次機會 哦 是 那我首先想問一件事 其實你知不知 你女朋友跟前途 為何無端端會分手 她就說 那時候因為她的前途 就沒辦法結婚 所以就分手 那現在找回她就說 已經會有 但你們現在的狀況 是未分開的 即是女朋友都還在身邊 本來是一起住的 但現在已經搬走了一些東西 但我們還有見面 哦 那去那邊開始了沒有 應該兩邊 都會一太近 哦 那她跟你現在 還有沒有一些情侶之間的親密行為 是這樣的 跟我有啊 那那邊呢 那邊的情況你了解嗎 她跟我說沒有騙我的 她跟她那邊就沒有 哦 那他們純粹是吃飯 還是都沒有見面 就是WhatsApp 有 哇 你也挺辛苦的 是這個角色上來的 而你還要聽她去說 另一邊發生的事情 是嗎 即是她很主動跟你說 因為我會問她 我也想 是女朋友的意思 我也想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女朋友 一收到X的邀請 是你發現 還是她主動跟你說的 她主動跟我說的 但她說完之後 就已經馬上收拾好東西 還是還是她說完給你聽 你感覺到她是有一個 在想的時間 那之後才搬走 還是她想完了 她才決定搬走 告訴你 你聽就離開了 她翌日早上 約了一個Disk見面 說完之後 翌日她才可以搬走 即是她也不是跟你討論 純粹她已經決定了 也是 那你當下 有做些什麼去挽留 或者表達你自己的想法 我那時候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想 其實是她們 她們玩了八年 我也相信她們 感情好心 所以我就會阻止 又懶惠債幫 讓她離開 那她離開到現在 隔了多久 一個星期左右 那你這一刻 你怎麼想 我現在就不想她離開 即是你很明確地 就不想她離開 而她 其實現在還有跟你 有聯絡 那你有沒有打算 真的把這個想法 很直接地告訴她 其實我真的很捨不得你 我不想你走 不如你不要回去 我有跟她說過 她怎樣回應你 她說她現在正在 近兩年時間 因為她說 她拍了八年 除了有點不感心之外 她們那次說 因為未結婚 所以就分手 現在她就離譜了 她的缺口 因為懷疑甚麼天才 還說了很多吉他 將來的計劃 據你所知 現在她的 Ex 有沒有對你女朋友 進行一些所謂的攻勢 我阻止就是吃飯 我沒有聽過她說吉他 她有跟我說過 她說她這一刻 就喜歡我多一點 只是不感心 我轉感情 那時候這樣處理 那她有沒有說 如果她試 覺得不對 她會回到你身邊 她有這樣說過 但我覺得 如果她回到她 再回去 其實我跟她的感覺 已經不同了 我會接受她 但會有潮池 在這裡 為何她做錯 我會這樣決定 我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如果她喜歡你多一點 她不需要說 我立即 翌日就搬完所有東西 就是去見她的 Ex 我估計她跟她的 Ex 其實是那段感情 而不是因為一個婚姻 因為如果你是婚姻的話 其實你給她 她會不會留下來 她說不合 她才回來找你 但其實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不合 他們一起了八年 正常不會不合 除非是她那邊 有反悔 不跟她結婚 所以其實正常 她這個說法 只不過是說服你 令你好一點 之後她自己又走得 沒有那麼像一個罪人 我只是這樣問 你覺得你女朋友 平時算不算是一個 游而不決的人 游而不決 也是的 因為剛才 你那個說法 就是她很果斷 所以她才會面對這個狀況 其實她可能是令你好過一點 但原來她是一個 游而不決的人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可能性 但她怎樣很游而不決 因為她都在選擇 她都不知怎算 如果我假設 你女朋友是沒有騙你 她的確是游而不決 因為她跟前男朋友分手 是因為結婚問題 現在沒辦法找回她 她的處理就是 好像兩面都選不到 怕兩面都得失 然後她就嘗試站在中間位 而她都很老實 如果她說真的 就是她跟你繼續有親密關係 但是她跟那邊只是吃飯 其實我覺得她這個做法 很不公平 對那邊 不是 我覺得好 因為當然是公平 因為天向自己多一點 因為她真的選了星 雖然她在情況上 我跟你有親密行為 但我那邊 在一個遠距離的觀察角度 我們又要問問星 她離開 在你那裡撿東西 走的時候 她有沒有跟你說過 一些類似說 我們分手有這樣的事情 沒有 你先說這件事 但她是梁王奇 應該想清楚哪一個 對她多一點 就是她迷惘期 而她很老實地告訴你 現在的天平稱 就是你稱高一點 但是那邊有八年的感情 所以我想回去跟她聊天 吃飯 看看發生什麼事 這個都很常見 就是糾纏在X之間 始終她是八年 其實那個她未必是 愛不愛而是習慣了 相處模式 所以她一直都決定不了 我覺得如果你不想著 跟你現在女朋友分開的話 首先你就不要生氣 如果只是生氣 你沒有諒解的話 就算你結婚了 你都永遠有條刺 你都會開始疑神疑鬼 你會不會之後又無故 覺得我不好 又回到那裡 因為女生在迷惘期的時候 如果你越去逼她 你要選我 為什麼你又見她 明明說喜歡我 她就會變得更加受傷害 更加迷惑你 而且她不想再接近你 因為你給了她一個 不好的經驗 所以你哄她之外 但你又不要逼她去作出選擇 而且因為我相信真的在選擇 我覺得你這個時候 你要做點事 告訴你女朋友 你是好過她的前路 而且你要強烈表示 你想留下她 而不是有一種 我兩個月都不及 八年鬥 不要這麼想 你要保持著做 讓她看到你是她的未來 我有話 有她說 其實我都會拼命她的結婚 因為我以後跟她 兩、三星期開始 我已經覺得這個很適合結婚 讓她計劃將來 那你介不介意在這裡說 你將來的計劃是怎樣 我的計劃就是 跟她結婚單 結婚有 我又不是很有錢 但物質上 我都已經有了 我自己需要的 某些車我也搞定了 所以以後就是結婚單 就是我的計劃 嗯 是 沒有啊 要困的了 都是 你當重新追過 現在又有另一個對手 而那個對手也挺強的 有些力量 但你不能縮 阿星有沒有信心 你覺得自己贏面大不大 其實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她跟她那一面的關係是怎樣的 她也跟老婆是50% 有的 那你要有些信心 因為我覺得你首先要提升你的信心 兩個月不一定是輸給八年 這個從來都不是時間性的問題 而且如果你輸硬的話 我覺得你女朋友就 一聲就走 她跟她不好意思面對你 因為她覺得你負了你 她就直接 不要再找我 她直接捐回舊 但我覺得她依然站在中間的位置 其實你是有贏面的 所以你不要放棄 你女朋友不是那些壞人 就是特意告訴你 然後希望你 探討我 她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你女朋友在迷茫 乖乖女生通常都是容易迷茫 你有想到方法怎樣表達你 給她幸福 有些動作你已經想到 我現在就做法給她吃 我接她一起吃 她也感動 她是一個很軟 你覺得你吃飯的時候 那個相處是怎樣的 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開心的 我們什麼都可以聊 很開心的 那OK的 因為如果她心不在然 她就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就是了 甚至可能看到你煮這麼多 煮狗大鬼的臉有難色 對 或者你有否射一下她的 她有否抗拒 她沒有 我覺得有信心 可奪金 你應該不止五成 是啊 你七成 有否可以再增加了性酸 我覺得你可以以細心作為一個攻勢 即是女生 無論是我這些 還是溫柔 乖乖的 都喜歡另一半細心 開著她 真是守徵狗 就像你老公 是啊 因為無法都是真誠的 因為如果你用計謀 然後她知道你用計謀 她就會後悔 你以為你的奸狗 否則她選了你之後 過幾個月 發覺原來被人騙了過來 她又會去那邊 而且我經常覺得 我的情容計謀都是龍巧反著 如果你本身已經打定輸數 她都覺得你不吸引 而且她覺得你不想爭 那算了 你說大家合作的 某程度上她都會選擇你的 你要相信這件事 我只是說很可怕你這樣說 一個拍拖八年或兩個月的人 有什麼問題呢 八年的時候你就知道她這樣 她要改就改為了 她已經緊局了 但你是有無限可能的 你可以改變 你創造出來 是可以給她一個遠景 你會怎樣給她幸福 這是你的優勢 她之前跟我的哥哥 說怕她跟我這兩個月的 愛上朋友 可能是二年多年 可能是的 所以你就會說她不是 可能她計劃遠一點的東西 阿星可以給她 她說她有車有樓 可以的 你給了遠景 可以給她遠景 你是不是跟她說一下 大家的家屋怎樣 這些就是遠景的成果 交過將來的 立刻給她簽名 不是 有你的餅 但我覺得你說這些已經足夠了 是的 給自己一點信心 你真的輸信心 好不好 給她信心 你先說自己行不行 阿星 大聲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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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成功好不好 等到消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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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才這個案子 我們都不知道幫到什麼 其實我們唯一可以做到 就是令到阿星 有信心 你想想回想 她剛打進來的時候 她自己都說到好像輸 在輸 我以為完了 對 要我們安慰她 然後這樣說說說 根本佔上風 還有故事 她根本佔上風 她其實就是信心問題 對 所以我去到很後 我都聽一聽 不太對路 對 我以為跟她分手 但為什麼聽一聽不知 不是 根本她自己贏 其實追女生 就是說信心 對 Dixon你看你 我相信你也是因為信心問題 所以追不到女生 我很老實的 我信心是不足的 而我很多時候出現的狀況 就是有對手 我就離開 哦 就未應自已輸 甚至最初都會覺得 對手未必會救我的 但是慢慢人家一進攻 我就覺得 糟了 她做那麼多事 我想那女生也要喜歡她 我還是算了 我不要做那麼多事 不要逼人 所以不行 你要吸收教訓 你要選一些沒有人追的女生 沒有人追的女生 這個我也是一個想法 我從來都未遇過這個狀況 任何 我基本上 可能的情況是 可能是 有些人見到 Dixon也追過女生 我為什麼不追 是呀 你明白嗎 為什麼不出手 這就是我近期經常有的想法 就是我經常覺得 如果我跟一個女生在一起 人家會不會覺得 Dixon也可以追到她 很容易就可以拿走 所以你要暗罪 每次追到暗暗 不能被人知道 這樣就殺她的措手不及 這樣偷雞 希望我們有其他一日 快點就等你 我要看你透過成就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拜拜 下次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